8月10日 魅族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正式发布了魅兰系列新旗舰 魅兰E 新机在外观设计上 与此前的魅兰系列机型 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整机采用了全金属一体成型的设计 两条CNC切削的高光导角 让整机看起来层次感更加丰富 正面5.5英寸1080P显示屏 覆盖2.5D湖面玻璃 配色方面除了之前的星空灰 月光银和香槟精之外 还新增了玫瑰精以及冰川蓝 从而给张扬的年轻人 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而在配置方面 魅兰E搭载黑六P10处理器 3G运存32G的存储空间 支持最高128G的扩展 前置500万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内置3100毫安式的电池 且支持快充 标志性的妖元件 必然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Mtouch除了提供0.2秒的 急速解锁之外 还支持支付宝 以及微信的指纹支付 OK 下面咱们还是直接来看看真机 OK 现在我手里拿的 就是刚刚魅族发布的那一台 魅兰E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正面整体的那个 还是魅族的一个 家族式的一个风格 然后上方是 摄像头 然后旁边是光线感应器 但是黑色的蓝眼看不出来 但是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对称的设计 让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 然后下方还是一枚 腰元件支持Mtouch指纹识别 然后这次指纹还支持了 微信和支付宝 同时都可以支持支付 然后看一下 整机的厚度并不是很厚 然后整机拿在手里的手感特别好 这次魅族变化比较大的 就是它正面 正面有一个CNC的切削 然后它的背面这一边 同样也采用了一个CNC的切削 然后它的背后是一个三段式的设计 上方和下方都是金属 然后并不是说像以前的设计 上下是塑料 然后整机的背壳的一体性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摄像头不足起 看到了吗 摄像头纯屏不足起 然后下方是一枚双色温的闪光灯 然后底部这一次并没有采用USB Type-C 而是传统的Micro USB的那个一个接口 然后一边是麦克风 一边是扬声器 然后旁边是3.5号面耳机接口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信号带 就是说这个切削 这个颜色会比这个整机的那个金属的颜色要深一些 然后咱们进入系统看一下 然后这次它是一块5.5英寸的屏幕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系统 魅兰E这一次使用的是搭载的是Flyme 5.2.1.1 然后是基于云OS的一个版本 它并不是基于安卓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是基于云OS的 并不是基于安卓 看到了吗 云OS版本的是5.1.1 M1E 然后我们看一下白色的 来 请拿这个 然后这个银色的就比较明显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面是一个非对称的设计 右边是摄像头 然后左侧是各种翻感器版 然后它的边框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比之前的 我感觉比红米做还是会窄一些 至少它的黑边 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看到了吗 然后整体的屏幕还是比较通透的 然后这个CNC的切削 并没有我之前猜测 或者想象中的那么割手啊 整体还是比较 比手感还是比较OK OK 然后看看摄像头 咱们在现场的话 只能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相机的启动速度吧 正好在清内存的时候看一下 它的那个开机使用内存的话 大概只有 快1分之1 接近1分之1呢 接近1分之1 比1分之1要多一些 对吧 然后实际上表现的还是一般 然后看相机启动速度 来我们清一下内存 我们拿 来 3 2 1 看到了吗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来 1 2 3 三机启动速度还好 但是感觉比之前的MX6 肯定会是要稍微顿一下 MX6基本上一点进去 它直接就进入了那个界面 来看对焦速度 这次的发布会 那个 李楠的发布会上讲得很快 基本上半个小时 就把这个机子整个讲完了 然后很多参数都没有明确的说明 比如看一下 这个是 4个背面 背面看起来很像之前的HCZM8 对吧 很像之前的HCZM8 来打个广告 来 关注一下包子玩机 OK OK 刚开玩笑了 大家看一下 其实背面非常像 以前的HCZM8 估计用过这个机子的人 看到这个会很熟悉 M8顶多是这儿 多了条束线 对吧 非常像 好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 妹族裔的视频 咱们就 上手 简单上手 咱们发布现场上手 就这样 咱们看一下发布会的 现场的情况 OK 那今天就这样了 咱们下一次再见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微卷 也当然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微卷维建 OK 我们下次再见 们下次再见 ination 事故 怕 就是 排队 可以 arsh 感谢观看